欢迎收看大伯会议院 我们是大伯话小伯话 还有小报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 东北插班生2 虎笑风云 非要说 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在第一部中 咱们的男主是东北小虎 名字起来挺吓人 叫做王虎 在东北惹了事 被老爸送到台北上高中 结果在台北高中 还闹出了一些非常好玩的事情 如今大家都已经高中毕业 王虎又一次回到了台北 当初的好兄弟们也都还在 虽然都没有上大学 王虎这一直来 现在就要交给王虎 没想到王虎高中的好兄弟张文峰 也在这里上班 还真是缘分呢 更加好玩的是啥呢 王虎和张文峰 都喜欢上了卖酒的妹子沙哑 这名字起的好啊 用我们东北话就是傻呀傻呀 虽然咱们的王虎比较有钱 但是性格比较粗犷 那一嘴都没话说的 我作为东北人都觉得太浓了 张文峰虽然长得帅 有点偶像气质 那沙哑也没有明确表示喜欢谁 既然是兄弟 那就公平计争对不对 当然了 这个电影可不是台湾偶像剧 爱乐爱剧那还扯啥图子呀 作为酒吧的新管事人 酒吧运营还是要管管的 咱们的大反派 就是一群日本人 大哥叫做松本 他们要跟王虎合作卖酒 还真别说确实挺好喝 那接下来 咱们大家就一起合作 一起发财呗 万万没想到 这些日本人不仅仅是卖酒 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 没事的时候还到处咋场的 咱们的张文峰和好兄弟们 也都是业余散打选手 这一天 松本带手下到他们全馆找事 论打架 兄弟们还真就没怕过谁 但可是体育精神还是要有的 点到为止那是最起码的 结果日本这些选手下手就非常的狠 这给张文峰气的是不行不行的 虽然松本倒下了 不过这个梁子算是结下 再后来 张文峰在酒吧发现了一个事情 这些日本人每天都会带走一些喝多的妹子 于是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王虎 人家王虎就说了 人家不也是男人吗 找妹子不是很正常吗 我都听说你们之间的事情了 但是现在是做生意 不要闹好好的干活 这一次不相信张文峰不要紧 紧接着还有下一次 张文峰和好兄弟 这一回抓到了日本人带走妹子的现行 当时就跟日本人发生了冲突 王虎来到这里之后 张文峰就说了 日本人车里有妹子 作为好兄弟 王虎还是选择相信好兄弟 结果人家日本人车里啥也没有 这就非常的尴尬 王虎让张文峰给日本人道歉 毕竟是咱们的合作伙伴 张文峰说啥也不道歉 他们算个屁 我给他们道歉 松本还假装好人呢 没事没事 倒是误会 张文峰根本不领情 你给我俩装孙子呢 最终的结果就是 人家不干了行不行 上哪还不赚钱呢 正所谓冤家路在 本来路就在 冤家还故意来找你 松本又一次来到拳馆特色 这一回张文峰要单挑松本 可惜呀 人家松本确实很厉害 张文峰被打懵了 女神沙哑还被绑架 那张文峰就去找沙哑 结果又被日本人一顿党 原来这些日本人 都是人贩者 专门绑架名女的 张文峰也只能去找王虎 就说沙哑被松本绑架 一开始王虎还是不相信 你能不能不扯毒呢 不过张文峰又行车记录仪 拍下了一切真相 当时王虎就急眼了 敢绑架我媳妇 是不是不想活了 说啥要去收拾松本这个扁徒子 就算社会王劝也不好使 台北不是东北 那也不能受气呀 就这样王虎和张文峰 带着其他好兄弟去找松本 松本的意思是 把新车记录仪的出租卡给他 然后他把沙哑还给咱们 可惜呀 松本这个扁徒子说话不算话 根本不打算放过咱们 一场大战肯定是避免不了 那就干呗 人神砍弹不服咱就干 社会王爷加入了战斗 虽然加特林直接被砍断 那还有婚姻枪呢 我就问你们怕不怕 小垃圾们都交给兄弟们 松本交给王虎和张文峰 正所谓双前男弟四手 更何况松本年纪点大 体力还是差点 真有点不是咱们对手 关键时刻一看打不过 就给你们买一态 用爷爷当年的手枪 要整死咱们 张文峰请身而出 还替王虎打了一枪 松本肯定是被王虎一顿暴打 当场婚事 张文峰中枪之后 昏迷在医院 王虎很伤心 还给人家唱歌 我都有点心不下去 还好啊 最终人家张文峰没啥事 还会活着 而王虎也回东北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 电影铃就结束了 好了 喜欢我就点击关注吧 么么